人总是不满足 你有一个儿媳妇 你会嫌儿媳妇不懂事情 你有一个女儿 你希望女儿在婆家 能够掌管婆家的大权 你开车的时候 你很讨厌行人 你走路的时候 你非常讨厌汽车 你打工的时候 你觉得老板太强势 太抠门 你当老板之后 你又觉得员工没有责任心 整天在偷懒 没有努力的工作 你如果是顾客 你会认为商家太暴力 你是商人 你会觉得顾客太挑剔 其实我们都没有错 只是我们站的位置不同 所以学博人要换位思考 你的人生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 那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他在想什么 所以你做出很多的事情就会做错 所以人要有一个三平的心态 经常要把自己的心变得平和 平稳和平衡 人要有三融的姿态 不管对事物和对人 要对自己要从容 对别人要懂得宽容 对人间的事要学会包容啊 这就是佛法上说的慈悲心 它能转化出无尽的包容和宽容 使你变得越来越淡定 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解决人生难题的钥匙 就是你的心态 我们每一个人要为众生而活着 为别人活着 你就会没有达到无我的境界 为众生就是为了自己 只是发心不同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有爱才会有恨 有过去才会有未来 阴阳相生 无我的境界 这个世界无始无终 希望我们学佛人懂得 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随缘那是佛陀最好的理念 因此 感谢观看